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主席可不可以請毛部長,謝謝 請部長 喂好 部長早,部長,想在這裡就有幾個問題來請教你 我們剛剛部長一再,一再來強調 說我們這樣改ETEC之後,我們的收費的基礎還是比照 就是往年的,我們現在用人工收費加OBU這樣整個200億的基礎 220億了,現在是220億 部長,請問這是不是一個上限,如果用ETEC之後,如果收費 我們不會超過這個 因為兩個基礎不一樣 一個是一站在收,一個是用車公里在算 基礎不一樣,所以我們用總數當作一個 部長,我們將來還是,車輛有可能會成長 或者是使用可能會成長的狀態之下 那部長你這樣的說法是不是代表政府做一個承諾 如果將來,這個收費用算數算成超過220億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那個量,就是 費率下降 跟委員報告,這個 不然成長之後220億可能會超過啊 跟委員報告,我想基本上這個 這個邏輯應該是這樣 我們在計算這個費率的時候 我們會以民國100年當作一個基期來算 對 我們在推算所有的費率的時候,以那個基期來推 那麼在剛剛講,在不超過這個100年 我們的收入作為一個上限來講的話 我們來反推,在長途使用人 他不提高他的成本的情況之下 我們來推他的這個可能可以有的里程費用 那但是呢,在這個這個,然後在情形之下 我們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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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推說 像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這個啊,整個收入會不會提高 會提高的部分 我們再把它中間多的那部分把它拿出來 摊算成為免費里程 基本上有這樣的一個 基本邏輯是這樣的一個邏輯 比如說我舉例來講 然後在這種情況之下 對啦,我現在回答您的問題的話 我們這樣一旦定下來以後啊 我們就希望就是穩定在那個地方啦 將來,所以說這個時候就會有個問題啦 我看將來長期啊,高速公路 實際上它的運量會降低啦 因為節能減碳,因為我們公共運輸的這個改善 現在趨勢上來看,像最近的這個 最近的這個這個,油價上漲 事實上我們已經已經慢慢觀察到高速公路 他運輸的下降,如果運輸的下降 那將來委員是不同意 我們要,因為運輸的下降了 我當然不同意啦 我當然不同意啦 所以這個,所以這一部分 所以說我說這一部分啊 我們希望是會維持一個 立法院只會同意我們要減低人民的負擔嘛 我們不可能這麼同意 對啦,所以說我們認為啊 這個,這個,這個,我們設定上 部長,部長 一百年算的為基礎 部長,將來 低的時候我們不會要求調高啦 部長,你認為,那既然你已經評估這個是 將來的趨勢使用率會下降嘛 那我們代表政府承諾我說 220億是一個上限之外 如果有一天啊,如果有一天 他真的是上漲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 費率下降,這也沒有關係啊 不過我覺得這樣啊,條條生生啊 我們看情況啦,如果真的有大幅度 大幅度上升的話 那當然我們會來調啦 如果他,他上升的這種幅度 只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我們就去調來調去啊 這個也增加民眾困擾啦 每年收到的帳單 怎麼又不一樣了對不對 所以我想像這一部分 我們接受立法院的監督好不好 如果你說要我承諾說 我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 我就要跟著等比例調整 部長,那沒有意義啦 那因為剛剛講你是按照原來的221 我以一百年當機器來做計算 你剛剛這220億是你說的啊 220億是你說的啊 那我說如果有一天 我們收到是變成270億、280億 那是不是 如果有這麼大幅度 當然應該要來重新檢討啦 但是我不能說 委員講說只要上升我就要下調 那上升一趴我要調嗎 對不對,兩趴也要調嗎 將來這個幅度大概只會這個幅度啦 好不好 所以說我們接受立法院監督啦 好不好 部長,那我再請教一下 我們在按照現行的 現行的收費辦法 我們在逢年過節的時候 因為策略量很大 我們都會停收嘛 那將來我們改成這一tag之後呢 如果逢年春節的時候 我想像這一部分 我們會找學者專家 將來好好來談一談啦 因為學者專家 馬上又實行啊 不是明年 對啦,明年實施 實施的時候 我們也會來宣布說 將來我們對於這種尖峰時間 我們處理的方式是什麼啦 因為事實上也有很多的 很多的學界就在講嘛 我們現在就是說 在逢年過節 免費這種措施 事實上他們也認為說 有點反其道而行啦 你用免費的方式 反而用的人更多等等 當然這個有兩面的說法啦 我們將來有這樣的新的制度以後 我們會對這個問題 好好的來跟啊 從學理上 從實務上 以及從民眾感受上 我們會平衡的來考量 來定我們的政策 我甚至可以跟各位報告 我們在跟學界談啊 說我們會有個免費里程的時候 我可以跟大家講 學界是全部反對啦 他認為說這個是用長途補貼短途是不合理的 但是我們就強調 我們現在就是說 有一些人使用高速公路是免費的 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我們要把這樣的現況也納進去 所以學界勉強同意啦 但是我們逢年過節 就是春節的時候 特別是春節連續假期的時候 我們停收過路費的話 這個是已經行之有年的一個政策啦 而且你說要沿你 我們距離明年春節事實上 說長也不長啊 幾個月就到了啊 那部長我現在你現在規劃 就逢年過節 對啦我想我們這個會在那個時間之前 我們會來宣布啊 說將來我們這個 這個這個全面變成計程收費之後 那我們究竟啊 將來在這種 因為因為有一種因為有一種理論啊 就是以價次量嘛 那我請教一下 不管你你如何 我跟你講部長 我們說 春節的時候使用高速公里 即便那怎麼樣他還是沒有辦法 人民還是要開車啦 因為大眾捷運系統 我們不可能方便到大家都開車 都做大眾捷運系統嘛 那我說 你現在的基礎是220億 問題是 我要請教部長 有沒有把封年過節這個 我看起來是應該會收啦 收這部分是相當大的一個比例 已經沒有有沒有把它落進去 你們評估的 不會超過220億這部分了 目前我們在整個財務報表上是全聯 包括長假 包括過年過節 通通它通勤會通通含在裡面 通通含在裡面 通通含在裡面 那但是現在常 現在習慣性因為交通管理關係 在連續假期的夜間是不收費 那是沒有收到錢的 目前是沒有收到錢 夜間是不收費的 所以你們計算基礎是 夜間的部分也沒有算進去 沒有算去 白天的連續假期已經算進去 對我們那個財務報表上看到的是實際收入 包括過年過節長假所有的交通量 都是財長放在裡面 部長 那我們這樣有點雙掌之下 這個對人民來講是一個很明顯 就很明確的 這個就是一個加價了 我們就逢林過節這部分 巔峰時期的這部分 這部分我想我跟委員還是這句話 因為我們將來有新的 不不不我們現在有新的一個系統以後 究竟將來這種交通管理的措施 怎麼樣做是合理 而且也符合大家的期待 我想這個給我們一點時間來研議好不好 部長我再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民眾使用e-tech 第一次的時候要不要付費 不需要免費 第二次以後 這個是局長來說明 對不起我也是 第二次 他總是會壞 總是會壞 這個現在是保固三年 我們是在繼承之前 會免費工裝 繼承以後的話 就民眾自己如果要再裝的話 就要自行負擔 那我們目前評估那一塊要多少錢 我們還沒有完成合價程序 不過我們初步估計是兩百塊之內 部長 我再請教一下 就是說 這個是人民配合政府去做的一個措施 繳費的一個措施 我認為這個是應該要由業者要自行 因為我們是要付錢給政府 坦白講我是要行我的 我也要付錢 結果但是我要多付一筆兩百塊左右的一個費用 沒有啦現在免費裝 以後總是有一天要付錢 就三年保固期 過後有一天總是要付錢 對啦我想像這一部分 這個問題還可以繼續再來研議 基本上我會認為說像這種電子設備 事實上他的這個可以使用期限其實蠻長的啦 部長他總是會有壞一天 我的意思說現在人民的角度 對啦如果說他是 我是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對如果他是 他是因為因為可規則於使用人 這個這一種的這種 胎患損壞的話 那當然可能他要負擔一點成本啦 那如果是不可規則於他的話 那當然就是他們 他們他們就會幫他替換嘛 沒有沒有三年以後就全部 不管可不可規則 三年以後至少是都要自己付囉 如果照剛剛局長的做法是這樣子吧 三年是保固期 那就是以後就是以後 就跟部長講的不一樣 不管有沒有可規則就是 反正第二個以後就要自己付錢 沒有啦你三年之內你 我的意思說這個我們現在不要講 第二個就是第二個三年通了保固期之後 我人民是要配合政府的政策我要去付錢嘛 我是要付錢啊 但是我為了要行使我這個義務 結果我要自己來多花一筆錢 而且這是要配合廠商這樣子做的 我認為這筆錢 你不應該用人民來出嘛 即便你現在說兩百塊 這不對啊 因為我是要配合義務 我是配合政府的政策 結果他給互期 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已經把原來要一千多塊錢的一個OBU 我們現在已經要求廠商用這個免費方式 既然可以從一千塊降下來那兩百塊再降 這個我想我們還有一點時間來處理這個問題好不好 而且部長這裡面還有衍生問題 因為貼OK吧 我們現在台灣人使用台灣人民使用車子 常常貼反光紙啊電電齁 你要貼那個台灣也許要再多另外的費用 沒有啦不需要啦不需要啦 他如果他的那個車窗貼太厚的那種反光紙的話 他就貼在車燈上面嘛 貼車燈直接貼都沒有任何問題 對啦沒有問題啦 部長那我還是要強調 就是說我們從第二個E-Tech那個錢 要由業者來吸收啦 當然也不能叫政府付啦 就業者要來吸收啦 我想我們還有時間處理這個問題啦好不好 部長你可不可以 因為將來長期來講像這一種的 像這一種設備的這種設備的錢 成本啦只會越來越低啦好不好 部長我認為這個是跟政策改 我舉個例子來講 這個政策改說 譬如我們規定人民要帶安全帽 我們付錢這個是不一樣的 因為帶安全帽是保障我自己的安全 但是我們這個這個 你改這個政策完全是因為我要付費 然後政府改變一個政策 我還是要付錢啊 你不改的話其實我還是付 我付40塊我用紙吧 那你要改變這個政策 事實上是我要多付錢來配合這個義務啊 我認為這是不公平 對我們使用的來講是不公平 我們說要200塊 今天都說200塊 人家說科技進步 哪天有進步換個五百塊的 哪天有科技進步說今天說 我想這一步 我想我向來直話直說了 我想這一步要請委員給我一點時間 那我也可以跟委員報告 原來這個合約 我們政府跟高工局跟遠通之間合約 是遠通可以拿來賣這個OBU的啦 後來我們是說服他在合約之外 他要把他這個不光是他不賣 而且他要免費提供我們這已經破格 合約來要求來推這個免費的ETAG了 這個我認為已經我們已經往前走了一大步了 剩下來這個問題 我們還有點時間啦 我們來觀察嘛 就是長期來講 像這種電子的設備只會越來越便宜啦 給我一點時間 我今天馬上就承諾你怎麼樣 這個老實說也不是合約內的東西啦 我這樣我隨便承諾我也不責任 那本席接受你這樣的做法 謝謝啦 納入我們跟遠通一個重要的談判之一好不好 那個我們就是說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再來後續處理嘛 好不好謝謝 部長請留步 謝謝